大家好,我是暑期二书班的临时代课老师,我叫张东生 看着讲台上温文儒雅的数学老师 朝阳怎么也联想不到这是一个心狠手毒的杀人凶手 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趁张东生被身擦黑板时 朝阳偷偷把警告信放到了讲台上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着 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新的意外发生了 为了帮朝阳出气 普普将晶晶骗到了一个杂货间 并警告他不要再欺负别人 不要这却被朝阳给撞见了 见此情形晶晶断定一定是朝阳在背后指使的 于是他立马大声喊叫起来 无论朝阳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就连普普的手也被他咬了一口 无奈之下朝阳只好带着普普一走了之 可晶晶却不想轻易放过他们 他站到窗边的桌子上 声称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哥哥的恶行 可没想到桌子黏酒老化 他脚一滑瞬间就从窗台上摔了下去 这一幕把朝阳整个人都吓傻了 幸好普普及时提醒了他 两人这才匆忙离开了现场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由于少年宫正在旧楼改造 只有一楼大厅里有监控器 对于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杂货间根本没人知道 这给警方的调查更加了难度 通过对现场的勘察 警方初步判断是失足后意外坠楼 此时三个孩子已经回到了渔船上 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严良表示必须马上主动去报警 否则一旦被警方发现就更说不清楚 可这次却换作朝阳不愿报警了 因为即便警察相信了他们 他爸爸会相信吗 而且这件事怎么说也是因朝阳而起 他的爸爸会原谅他吗 再说仆仆也会因此被送回福利院 那他们这几天所做的事情都白费了吗 这套三连问瞬间让严良也陷入了困惑中 朝阳说完后就转身离开了 晚上朝阳跟着妈妈来到了医院 痛失爱女的猪爸爸看到朝阳后 抱着他终于大声哭了出来 这让朝阳的心里更加自责 但他丝毫不能表露出来 第二天严良和仆仆来到朝阳家 他们决定这几天就启程去哈市找仆仆的弟弟 到时朝阳就可以把张东升的杀人证据交给警方 而津津的是他们也会永远藏在心里 可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猪妈妈说话的声音 严良和仆仆赶忙躲进阳台里 就在朝阳慌忙收拾碗筷时 妈妈带着警察走了进来 原来警察在少年宫的学生资料里 看到了朝阳的报名信息 而且在尸检过程中 他们发现死者牙齿上还有另一个人的血液 这说明这起事故绝不是意外那么简单 面对警察的盘论 朝阳淡定地叙述了事发当天自己的行程 可接下来警察却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你没有看到朱镜镜坠楼吗 我下课的时候 我看到院子里围了一堆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回家了 我妈知道我不喜欢看热闹 后来我才知道 掉下去的是朱镜镜 朝阳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圆了过去 经历了这件事后 严良和普普决定 今天就离开这里 可就在三人准备分别室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朱朝阳 咱们又见面了